乐老师的演唱真是太棒了 这就是专业的实力和功底 向乐老师致敬 感谢 没错了 会议啊 之前我们的合作方 中国曲艺家协会都是给我们推送 国家级的相声大师的作品 比如说江坤老师 戴志成老师 齐志张伟老师等等 而今年的春晚第一次不一样了 他们给我们送来的是粤语相声 什么呀 还有粤语相声啊 那太好了 咱们芝加哥有大量的广东侨民 余飞 你不也是来自广州电视台的吗 没错了 那我要转一下我的频道了 没错了 我们刚才也说过 曲协推荐的都是国家级的 今次我们封城的乔包有语福了 何志峰老师 用粤语和我们拜年 Hello 各位芝加哥的街坊同胞 新年好 我是演员何志峰 对了 就是已经72间房客的258了 在新九一年祝各位街坊新年快乐 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最重要是做什么都思思顺利 恭喜恭喜 好开心的嘛 师傅松毅七十周年晚会 是的 我们两个有份在这里 好难得 好难得 刚刚大家都认识他 在酒廊里见到他 或者刚刚听到有些官主在哀 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电视剧 有没有 有几个了 有没有 大家可能记得一串数字 对吧 对了 没错 没错 就是他了 就是72间房客里面 258 是 大家可能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我隆重介绍一下 他是我们广东 知名演员 客气 客气 你叫什么名字 说什么你啊 说我知名演员 258 147 就没人能叫你的名字 刚才你介绍我是知名演员 但又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 我和太多知名演员合作过了 一时不记得你的名字 不好意思 就是你又是知名演员 不敢当 不敢当 那你是 著名演员 真是不知丑 你叫著名演员 那人家北方的大师叫什么呢 北方那些 普通话上升那些 那些 跟我比 还有一点差距 差多少 差九条街 哇 这么厉害啊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 差别人的九条街呢 我会说粤语他们不懂 你会说粤语 刚刚好九条街 啊 这些就是优越感了 就是会说粤语就是著名演员 会说粤语就是著名演员 不好意思 我都是著名演员 你是注牙演员 你叫叫做粤语 你叫做粤语 我怎么不是著名演员呢 我会说粤语啊 你会说粤语 很简单 问你一个问题就知道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叫粤语 这都还要问的 尽管告诉大家 粤语 即是广州话 第一句你就错了 怎么错呢 什么叫即是呢 广东人不说即是 广东人怎么说 即是 我们说是不是 没有人说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钢材就口快快 什么叫钢材呢 广东人没有说钢材的 广东人怎么说 什么呀 你看 每个区有不同的说法 刚才 对对 正话 对先 随便都有 钢材 钢瓦也有 拿来装你 哎呀 虽然我说错了 但是你不用当着这么多街坊面 一上来就聖诺我的 什么叫聖诺 讲多人不讲聖诺的 讲多人怎么讲呢 一只字 哇 我又学到东西了 踩 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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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 激执 送给你 你看 多丰富多彩 我们粤语 含乱都是你的亲戚来的 当然的 八八八的全部都是 这又是真是怕你怕你 sorry sorry 什么叫sorry 广东人不讲sorry 三个字 对不住 对了 接受你道歉 和大家跪下 你跪下 傻的你 你自己玩吧 你回来 叫你亲戚上来 上去 你跑去哪里 跑去哪里 生气了 发脾气了 生气了 本来我是土生土长广东人 我的粤语是鱷鱷鱷鱷鱷鱷 不信我表演一个要口来给大家听 你要啊 痴扇知诸条指 痴执知诸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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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学粤语 还有啊 粤语不是要答问题问问题的 粤语最重要是懂得交流 正常交流 生活 生活啊 我们广东人很有礼貌 早上见面喜欢打招呼 我们示范一下两个广东人 早上见面怎么打招呼 大家知道他会不会说粤语了 两个广东人早上打招呼 没问题 立即开始 早晨 Hello 最近怎样啊 OK 爸爸妈妈呢 Really good 是这样 Goodbye 回来 What 你个死人头 你哪句粤语啊 Oh I'm sorry 还你呢 I'm sorry 句句子鸡腸 即是这样 现在我们广州 是国际大都会 那我们要跟国际接轨 当然要讲几句鸡腸才行 你拿来讲的 你都知道我们是国际大都会 没错 要接轨他们来我们广州 是不是他们应该学粤语呢 为什么我们要学英语呢 你这么说也对啊 群众的眼光雪亮 没错 这个有道理 但是呢 我是这样的 自小在澳洲生活 又在澳洲留学回来 不讲几句英语 人家不知道我是海龟 人家以为你是乌龟 海龟 乌龟呢 宿头乌龟 你是宿头乌龟 你是澳洲 澳洲 你还没去过几次澳洲 你真是 怎样澳洲化你啊 那不就不要说这些 就是不要说这些 花洲去过的 只不过那里不流行说那些 这样的 花洲来说发狗 你懂几句发狗 对啊 正经点 不可以说英语 好 好 给你多一次机会吧 神温吧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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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没了道了 这些没了道了 我说早晨 你说早晨 为什么要找你上来 福读机啊 你傻傻的 早晨我说早晨 早晨我说早晨 我说早晨 当然不行啦 不准重复啊 我们广东话这么丰富 怎么可能重复呢 这么高难道 再来 再来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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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的 那你说不准重复啊 不准重复不是早晨 那你说早晨 我没什么说不重复 那就是早晨 什么早晨 你竟然跑出来神问 你叫个早晨 就是叫个死 喂 喂 那你又说不准重复了 那我事实是没什么 你这么高要求 不如调转了 我调转 调转 调转 我先说 你不准重复 没问题 没问题 让你学一下 好 再来 是很累 早晨 喂 喂 一个字 一个字 不重复你 没礼貌 怎么没礼貌呢 唯唯声 没有名字给你叫 我告诉你 你不要小看这个位字 这个位字 在我们广东话的地位 非常之重要 一个位字 避免忘记对方姓名的尴尬 一个位字 代表我们之间的关系 多么亲密 你说是好东西 哦 就是 越亲密就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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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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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密 这些全部给了钱买票 不要这么大声 吓人 親密嘛 親密也不是那么位 那你说越亲密越位 有态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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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喂 今天这么早 是啊 这么早喝茶 是啊 喝茶也不叫我 是啊 是啊 你是傻的 是啊 你才傻 还说不是傻 是啊 是啊 不用你说什么 傻的都会说 你句句是非题 我只能够回答是 又是我问得不好 好 好 接着来我们不要玩这么简单 这些简单 简单太小了 好 我们就知道 我们广州话有很多谎言 理语 嗯 接着来我说一个 你要接回字数一样 意思相近的对方 没问题 立即开始 开始了 听着 嗯 我 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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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来多次 我说 就知道廖哥是爵 你廖 你廖 你廖得我不廖 现在叫你祖辞 有什么祖辞 我说意识相近 我廖 廖 我是刁钻 你弄了廖哥出来 怎么对我呢 意思相近 刁钻 那个廖 你说清楚 我明白 大家都不明白 你整句来 整句来 整句 听着 我的问题很刁钻 我不理你的问题多刁钻 我的答案是多刁钻 你穿得这么刁钻 怎么跟我拍档 你穿得这么骂 趁起你有余 跟我拍档 你能够恨 跟我站起来 你能够捉 你这个人不要这么沙尘 你这个人不要这么白霍 你家里住得这么格涉 想去找你一栏 你家里住得近 里头这么沙尘 我不想进去 我那家叫 私事留室 维读卿 我那家叫 山不在高 有仙则灵 等等 说了里语 你怎么说了古文呢 忘了跟你说 根据我这个粤语大师研究发言 很多古文 古人 都是用粤语写文章 是吗 譬如有一个大文学家 大文豪 哪个 蘇式 你懂不懂 蘇式 是人都懂的 蘇东坡 广东人 喂喂 蘇东坡好像不是广东 是四川的 他后来搬到这里 搬了 被人贬 去小北买屋 你傻的 升值一通地铁 你走开 蘇东坡有钱 说笑 蘇东坡蘇式 是 有一首非常出名的词 哦 水歌掉头 喂 喂 水歌是的士司机来的 在前面东风路掉头 持牌名啊 的士司机 水调歌头啊 持牌名 是 水歌掉头 水调歌头 不是 你也知道 刚才有个水歌 跟我调头 叫得多水歌水歌 水调歌头 是 明月几时有 哦 这首我懂 巴照魂前天 等等等等 不是 我就问你 明月几时有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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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几时有 就是说 明月几时有 直译啊 不对 问题几个字 答案几个字 你怎么高考的 不对 对 对 就是对 你为什么会吓我 我想给你知 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对 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因为当时 苏东坡写的就是粤语嘛 对 几时 几时就是我们的广东话 对 普通话是什么时候 对 只有我们的广东话 几时 对 真的 还有一首诗 这首诗就很快来的了 你的专属节日 我的专属节日 为你而写 是吗 那我真的要拜读一下 拜读一下 什么诗 清明时节 雨昏昏 路相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瑶子幸花转过 借问是否广东话 好像是 普通话是潮温 只有我们广东人喜欢借问 那为什么广东人喜欢借问 不用还 借银子 不用还 借老婆 借银子是要还 老婆没得借的 说小说 你醒目一下 差点被中央入类 我当那些例子证明了 古今中外 很多东西都跟我们粤语有关 没错 古今中外 不是 古今中就是 外好像没有什么 外国 外国语言简直是学我们广东话 外国语言学我们广东话 随便说也是 例如什么语言 就举你所谓的澳洲留学 澳洲留学 澳洲说英文 英文 英文很简单 芒果英文怎么说 mango 芒果 一模一样 对 巴士怎么说 bus 一模一样 的士怎么说 Tax Tax 一模一样 Strawberry Strawberry 一模一样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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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东西 什么玩东西 士多啤梨好像叫草莓 士多啤梨是我们直译回来的 是我们译别人的英文 什么巴士 巴士的中文叫公共汽车 的士叫租租车 知不知道 啊 很聰明 不是很聰明 士多啤梨是草莓 草莓 士多啤梨是两个词 是吗 士多加啤梨 草莓 很聰明 士多 士多不叫便利店 是 是吗 啤梨呢 啤梨 啤梨就是啤梨 啤梨 啤梨啊 知道吗 没有文化 啤梨 粤语大师 不要胡说 这个呢 哼哼大家开心的 多谢 卫义啊 你听懂了吗 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啊 这中国的语言体系太丰富了 作为一个北方人 我可能需要慢慢来消化一个南方段子了 我是呢 笑得肚子都疼了 真是太感谢取协为我们粤语乔包送来的这些节目 看来在海外也是学会广东话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我真羡慕你啊 于飞 不愧是广州电视台的民主播 让我来仰望一下了 哪里哪里 不过呢 我觉得多学一门方言 确实会让你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 还会让你的生活更多姿多彩 对 看来我的学习科目又要多加一项了